我们在播客中使用的换灯片 不是对法律规定或政策的完整陈述 因而不能成为该目的的依据 您在做出可能影响进入美国商业的产品安全和合规的决定时 应该参考官方版本的美国法律和法规 以及CPSC已发表的指南 演讲临近结尾时 附有参考文献 您好 我这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我们机构坐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的马里兰州 备赛四大市 我是理查德奥布莱恩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简称CPSC的国际项目办公室主任 很高兴 欢迎您今天参加我们的培训 在今天的培训中 您将听到我们的技术专家为您演讲 可能导致财产损失 伤害甚至死亡的产品危害 他们要与您分享他们所了解的美国产品安全要求 以及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 在我们说制造产品时一定要注意产品安全要求的同时 我们强调在产品设计初始阶段就注意产品安全要求也是至关重要 产品设计的早期决定对整个产品生产过程有重要的影响 正如您所知道的如果您生产产品的团队由于对产品设计的决定不明治而必须为此做出赔偿那么您也就知道您的产品从一开始就有问题了事实上情况有可能更糟糕 也许没有人会注意到产品的设计构成危害直到消费者受伤了 这是我们大家都希望避免的事情 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抽空参加这一培训 如果您有建议和问题请告诉我们 联系讯息我们会在演讲结束后告诉您 美国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CPSC 祝这一次产品安全培训成功 您好我的名字叫Joseph Tsai 我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资深合规官员 今天我将用华语向大家说明美国玩具安全要求和强制性标准 最常见的违规类型 首先我向各位解释联邦危险物质法和消费品安全法下的儿童产品之规定 接着我要向各位简单地说明CPSC的年龄分级方法 然后我要向各位说明三岁以下儿童用品的小部件规定 之后我要说明三岁以上儿童的玩具和游戏标签之规定 紧接着我要谈谈危险美术材料标签法 然后我要向各位说明签和塑化剂的规定 之后我要向各位说明最终标签第三方测试和认证 以及定期测试的规定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管辖权来自以下几个法案 小部件玩具以及游戏标签 小部件玩具以及游戏的标签 前含量和美术材料的规定 均来自联邦危险物质法 速化剂ASTF963最终标签第三方测试认证 以及定期测试的规定 均来自消费品安全法 玩具的年龄分级 年龄标签应让玩具的属性与孩子的能力及行为相匹配 当我们在分析儿童玩具的适当年龄时 我们会考虑以下因素 第一是制造商对这个玩具的陈述是不是合理的 第二玩具本身的广告促销和行销 第三是玩具所指定的适合儿童年龄 是不是被一般民众所认可的 在联邦危险物质法下的儿童用品之规定有 小部件 玩具和游戏的警告标签 前含量 漆的前含量 以及美术材料 关于三岁以下儿童的玩具 小部件之规定 适用于三岁以下儿童的玩具和其他物品 在测试前后不得包含任何小部件 这是因为小部件有窒息、误息或吞噬的危险 小部件是可以装入小部件圆筒的物品 这是小部件圆筒 小部件有不同的形状 球形、软形和椭圆形的小部件 比碎片或不规则形状的小部件更危险 三岁及三岁以上儿童的玩具和游戏 可以有小部件 但是包装上需要有警告标签 不同的危害需要有不同的警告标签 含有小部件的产品需要有小部件的警告标签 有气球的产品需要有气球的警告标签 如果产品本身是小球 则产品需要有小球的警告标签 如果产品带有小球 则产品需要有稍微不同的小球警告标签 如果产品本身是实心球 则产品需要有实心球的警告标签 如果产品带有实心球 则产品需要有稍微不同的实心球警告标签 请注意实心球的法律定义是 用坚硬的材料制成的球 例如玻璃、玛瑙或塑料 具有多种危害的产品需要有多种警告标签 这里我们有一个磁性玩具 它有钢珠和小部件 因此它需要有实心球的警告标签 以及小部件的警告标签 关于签的要求 儿童产品的签含量不能超过100ppm 儿童产品表面涂层的签含量不能超过90ppm 某些材料不含签 因此不需要进行签含量测试 这些不含签的材料是木材、纸张、大多数纺织品和天然纤维 动植物来源的材料以及某些贵金属 完整的材料清单可以在16CFR1500.91D里面看到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 危险美术材料品标签法 美术材料的配方必须由独理学家来评估 是否可能对健康有负面的影响 美术材料需要Conference to ASTM D4236的符合声明 为了帮助制造商遵守危险美术材料品标签法 请进入以下的网址并阅览 CPSC慢性危害指南 在消费品安全法下的儿童用品之规定有包括 俗话剂 ASTM F963儿童玩具强制标准 追踪标签 第三方测试 认证 以及定期测试的规定 关于塑化剂 塑化剂的规定 适用于儿童玩具 以及让三岁和三岁以下儿童 方便入睡、喂食或帮助其吸引或出芽的用品 被CPSC永久禁止的塑化剂总共有这8个 其各含量不可以超过0.1% 自2017年9月29日起 七种类型的塑料不需要经过第三方测试 来证明其是否符合塑化剂的规定 请参阅联邦法规16CFR 1308.2 CPSC已经表示没有必要对已知不含塑化剂的材料进行测试和认证 也不必证明不含塑化剂的材料中有没有塑化剂 以下的材料不需要经过塑化剂精灵的测试 但提前是没有经过可能含有塑化剂的物质的处理或三甲 这些材料是为精处理或为加工的木材、金属、天然纤维以及天然乳胶和矿物产品 其他不需要经过测试和认证的材料包括了纸产品 这些纸产品有纸、纸板、挂面纸板和戒纸以及纸浆 请参阅CPSC的要求通知书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ASTM F96317的儿童玩具强制性标准 在2018年2月28日或之后生产的所有儿童玩具 必须符合ASTM F96317的强制标准 ASTM F963有许多的强制标准 但最常见的违规有带有绳索、背带和松紧带的玩具 弹射玩具、有电池的玩具、含磁铁的玩具、会产生尖点的玩具 以及缺少红色标记的玩具枪、以及有球形末端的玩具 玩具中的绳索、背带或松紧带的长度如果超过12英寸 也就是30.48厘米 则在绳的末端不可带有小珠或附属物 因为这存在着意外热死的危险 弹射玩具不可射出简易及新抛射物 例如铅笔、牙签或钢珠 另一个经常出现的违规是尖点 尤其是玩具在测试后产生尖点 另外一个常见的违规是玩具枪、枪口橘色的印记 玩具枪、枪管的枪口必须有长度至少0.25英寸 也就是0.635厘米的橙色摔子 或者枪管的枪口有长度至少0.25英寸 也就是0.635厘米的橙色圆形带 对于18岁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 其玩具或玩具组件的进球形、半球形、扩散圆形或圆顶形之端部 不能穿透ASTM F963的辅助测试装置的整个深度 请查阅ASTM F963的图21 为了防止儿童意外吞入电池 带有电池的玩具 其电池舱不可以轻易地被儿童打开 如果含有磁铁的玩具 其磁铁或者磁性部 在使用和滥用测试前后可装入小部件圆筒 则其通磁量指数不可以在50或高于50 含磁铁的玩具基本上有四种类型 这些包括磁性建筑玩具、磁性字母和数字玩具 磁性钓鱼玩具和磁性堆积玩具 在这些磁性玩具中 磁铁都被包裹或砍入在木头或塑料中 但有一种需要特别关注的磁性玩具 它叫磁力珠俗称为巴克球 这个玩具的磁体并没有砍入或包裹在塑料中或木材中 也就是说它的磁体是裸露的 而且它的磁体大部分都是大功率稀土磁体 这个玩具的磁体通常为球形 直径约在3至5厘米之间 它的磁通指数经常超过50 这个玩具通常被标记为 减压玩具、教育玩具和桌上玩具 吞下这些磁体后 它们可以在孩子的肠道内连接在一起 并夹在身体内部的组织上 这可引起肠梗塞、穿孔、败血症、甚至死亡 在我们所收集的全世界有关于物食、磁力猪、玩具的新闻中 我们发现目前全世界有35个国家 也就是橙色部分 有报导此不幸之事件 在我们所收集的全世界有关于物食、磁力猪、玩具的新闻报导中 我们发现3岁至3岁以下的儿童 是物食、磁力猪年龄层最多的一群 此外 在我们所收集的全世界有关于物食、磁力猪、玩具的新闻报导中 物食、磁力猪事件以中国占得最多 其次是美国 当然物食、磁力猪事件乃非近视 但这两年来在中国发生的次数最多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追踪标签的规定 追踪标签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产品召回效能 那追踪标签需要有什么讯息呢? 第一,需要有制造商或标签商的名称 第二,是产品生产的日期 最后是其他任何的讯息 例如产品Model的名称、Model的号码 以确定产品其来源 最终标签必须在儿童产品上 与其包装上 而且必须是永久性的 接下来我要说明儿童产品的第三方测试和认证之规定 2008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 要求制造商必须将其儿童产品 给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所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按照适用的美国法规检验 经过检测后 以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报告 提供一份儿童产品证书 也就是Children's Product Certificate 儿童产品证书必须提供给零售商和或分销商 并在报官也就是美国海关时随附 CPSC所认可的检验机构 可以在CPSC的网站上找到 请到我们的网站看一看 那儿童产品证书需要有什么讯息呢? 首先必须要有产品的名称 再来必须列该产品所通过的每个CPSC儿童产品安全规定 接下来是列签署该产品证书的进口商或 美国国内制造商的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 然后必须列检验报告持有者的连续讯息 这包括姓名、地址、E-mail和电话号码 必须列出本产品的生产日期和其原产国及其城市 还有必须要提供本产品检验的日期和地点 最后必须列提供检验本产品的CPSC认可知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 CPSC的网站有一些儿童产品证书的范例 请来我们的网站看一看 最后我要来说明定期测试的规定 产品每年都要通过CPSC认可的检验机构检验 除非有一个定期的生产测试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每两年让CPSC认可的检测机构检验 或者获得国际标准化组织 国际电工委员会17025标准所认证之检验机构持续检验 在这情况下可以被CPSC认可的检验机构每三年检验一次 那谁必须遵守定期测试的规定呢? 负责提供儿童产品证书的那一方必须遵守定期测试的规定 对于美国国产的产品则由制造商负责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美国玩具安全要求和强制性标准的案例分析 这个玩具是给19个月以上的小孩子 这玩具带有电池并能发出声音 请问这个玩具需要遵守什么规定和标准呢? 第一,它必须遵守小部件的规定 也就是在测试前后不能产生小部件 再来是塑胶里面铅含量的规定 接下来是表面涂层的铅与其他重金属含量的规定 然后是塑化剂的规定 接下来是ASTM发生玩具的标准 还有ASTM有电池玩具的标准 最后是追踪标签和认证的规定 请问这两个玩具需要遵守什么不同的规定和标准呢? 左侧的玩具适用于年龄19到35个月的孩子 它有29个较大的部件 这些部件无法装入小部件圆筒 右侧的玩具适用于年龄3岁以上的孩子 它共有102个较小的部件 这些部件能钻入小部件圆筒 左侧的玩具需要遵守前含量、塑化剂、小部件、追踪标签以及认证规定 右侧的玩具需要遵守小部件 警告标签、签含量、塑化剂、追踪标签以及认证规定 这是一个玩具枪 它是用于给年龄3岁以上的小孩子 它能射出塑胶的抛射物 请问这个玩具需要遵守什么规定和标准呢? 第一,这个玩具必须要遵守塑胶里面签含量的规定 第二,这个玩具必须要遵守塑化剂的规定 因为这个玩具能射出弹射物 所以它必须遵守ASTM弹射玩具的标准 因为这个玩具是给3岁以上的小孩子 如果它有小部件的话呢 它必须有小部件的警告标签 当然,它必须要遵守追踪标签以及认证的规定 谢谢,希望您喜欢我们的博客 如果您听了演讲以后有什么问题想提问 欢迎您将问题电邮导下列电邮地址 cpscinchina at cpsc.gov 这一电邮信箱 我们工作人员会定期查询